8月26日 郭富城 杨静化 万子良 张达明 抱起静等一众演员 在土瓜湾出席电影《卖路人》的开镜拜神仪式 这是郭富城和杨静化首次合作的新戏 电影讲述一群无家者流连24小时快餐店的生活解释 两人都表示希望剧中故事可以带给公众一个真实的社会现象 郭富城在影片中饰演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为了体现角色的真实性私下做了不少功课 更用挨饿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眼神有那种饥饿感 饿很饿的时候要尽用真实的体会的时候 你会自然去流入一些不一样的眼神 不一样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角色里面去提升华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一些功课 提到这次三演除了剧本外 还有就是致力支持本土新导演 郭富城对此也表明了自己的初衷 作为我香港的一个演员 我真的希望能够可以栽培更好的一些新的导演出来 让大家看到香港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些新导演 两个绿绿绿绿绿 然后去拍出好的电影给大家欣赏 飞凡娱乐香港报道